大家好,我是高手 我今天穿着海哥送我的新衣服 是不是很帅气 昨天海哥出发大西北了 迷晴之前,他委托我一件事情 就是来这里,霞江 采购一点这边的翠冠梨 当地很有名的一种特产,一种梨 寄给一些粉丝,然后我今天已经过来了 但是呢,我不打算是直接去买 我看一下能不能蹭到,能不能蹭到一些梨子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金平民族乡 这里是霞江跟八都交界的地方 我们过去蹭一蹭 我为了避免他们愣出来 我戴一副墨镜 然后我把支牌赶紧收了,走吧 这个梨怎么卖啊 6块 这是什么梨啊 那边的4块 那边的4块,这边的6块 你买多的5块 10斤以上 啊 你的梨怎么卖 你呀,嗯,反正6块 拿进把两斤子就6块 拿个10斤以上就5块 10斤也就是最多20个 最多最多20个 可以尝一下吗 可以啊,我下一个 来 谢谢 放冰箱冰一下口感更好 现在太热了 哦 这是刚摘的吗 放心,刚摘的 早上摘了 早上摘,买完了 买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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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可以打包吗 用箱子啊 用箱子啊 用箱子 一箱10斤嘛 多少钱一箱啊 这样子 一箱不是你拿10斤以上就是5箱 5块钱一斤10斤不就是5箱 是吧 能不能再便宜一点 最低了 这个少不了了 哈哈哈 真的没得没得讲了 所以最低价 我不会开西架的 我多拿一点 啊 我多拿一点 今天人家拿了一个26箱 就是这个价 26箱是220斤的260斤的 都是这个价 是你放心 不会说富有女 不是说看到你 是不是不管是哪里来的人 都是这个价 你买基本两斤的就是6块 然后你要是买的多10斤以上 然后就是5块 那边不是有大的小的吗 哪里大的小的 我没有分 没有分啊 我都是都是捅货是吧 都是不是捅货 我小的我没摘 就是跳那个大 我都是跳好的来 我没有分 小的就不夹 45一箱行不行 啊 45一箱行不行 不卖 我要50箱 50箱也不卖 没有啊 主要是今年 今年离 你知道我批发家 我要站着我批发家 我和批发家类似了 我就是这不是你自己种的吗 自己种的也要本钱 也要也要人工在这里啊 是不是 我批发家捅货大大小小 你不卖我问一下他 可以你去问吧 没关系你去问 嗯 一本家给一本换你看一下 那意思你的离子更好一点 是吧 那不是你可以去看 这个没法说 有20块钱一箱的 还有那个你都不会要是不是 你需要你去品尝人家给你吃 是不是 你尝一下口感 这个东西不好说是吧 好我尝一下哈 大爷子 你好 这个呀 你的离怎么卖 啊 五十六十两个家 五十六十 都是现在的吗 嗯 都是现在的吗 现在的啊 可以尝一个吗 可以尝一尝这个水 这个泡好冰冰的 哎呦 这里还有 泡冰冰的 哦 这在水里面泡的 这个有一点烫伤 就是太阳 太阳晒伤的 太阳晒伤 嗯 你说你泡不新鲜的树上拉 我树上干 我再给你裹上 啊 你的果园就在这后面是吧 我平上 啊 马路边上 要过头大个床炸大个 要过头均匀 再会均匀的啊 你家种了多少 两百多 两百多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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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能摘多少栗子啊 今年 今年摘的少 今年我今年落叶落的甲 今年可能有三千多斤 三千多斤啊 今年少 我尝一下哈 尝啊 哪一块是 随便尝哪一家嘛 你去买哪一家 坐下 不过 这个说实话 我也尝到他家的 他家的 要比你家的好吃一点 他家的水分更多 哎 好吃就把他家的 他家的水分更多 而且你果果可 有片种 我这个果子有点 你我平我就知道了 嗯 有点变形 这个果子 就是你的品种有点变化了 不是 果子变形 这个口味也不同 嗯 可是我去拿这个感觉 口味也不同 啊 这个口味也刚才不行 他有点麻点 出现这个麻点 这个口味也差点 嗯 那能不能挑啊 难啊 果然一天是个 你要哪个 打哪个 你推一天挑啊 你怎么要接过可以啊 你们要这么大可以 你怎么要这么大 这七八两个的 这种果子也有这个 这个是怎么连 吹关的 都是吹关 嗯 这个不甜 不休平了 这个吧 对吧 你给你们按摩四个这样 老爷子很大方 我没有关到你两斤离子了 没有关事 我们国内都去 买果业为主 所以品尝的还有可味 今天不拉明天拉 这个味道好一些 这个味道好一些 是呀 我一说瓶就知道了 这种港肿 这种没几多 这品种另外 那个品种不一样 不一样 我看也不一样 这吸水嘛 这品种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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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更好吃啊 不许差不多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暖一点 那你整个牛呀 但是就是不好吃 那我买你四十箱 多少钱 这个时候都是五十块钱 便宜点吗 因为我几箱太贵了 我几箱 你买几箱都买五块钱一个 几箱都五块钱一个 我买几箱是五块钱一个 我订了两年了 我订了五百块指标 因为现在还有 这三块钱一个个 从上面这两公里一个 它烂掉了 因为这个重量太重了 你这梨子太重了 箱子质量要好的 它消不消 质量不好的 质量不好的 箱子会烂 因为我提梨子跟桃子 那你这梨子寄出去的话 它烫带子吧 要套这个网袋 套网袋 要套网袋 都寄费过的 它它会往你搬好 它邮寄过的 到邮寄那里去套吗 它不能这么套 你包个圈 那不是 我拉回去发 行不行 行啊 就是你装 摘好了 就摘好了 这个刀子也可以 我以为你拉 那柔子脏 直接装箱子 十斤一个箱不行吗 行啊 行就是 到十斤箱到你浪费这个箱子吧 因为那个 我就是要用你的箱子 我不用你的箱子 我拿什么刷 那我叫你拉的框子 这样你装也可以 那框子 没这个框子 我要发出去 哦 你发出去看你要这个 嗯 不然我还得另外去买箱子 你拉这个过去 它这样你套好网袋 套它一方那里面 然后它还一拉套一个袋子就有机了 啊 就这样 我系三度五六样系 嗯 所以拉这个 网袋 它一波套进去就可以了 它就 放在里面 价钱能不能少一点吗 就这样 都借多凶一凶啊你 嗯 都借多凶一凶啊你 价钱不能打了 多送一箱 嗯 可以吧 那你不是四十九块钱一箱 是 价钱不能打了 我不要你送箱子 好吧 我不要你送箱 送箱子给你 送铃子 你知道吗 你也可以啊 就这样子给你嘛 你应该多多多打十斤 十斤 你给你嘛 是吗 送一箱 四路箱 另外给我二十斤铃子 二十斤太多了 我也是拿去送的 先去中二十斤 下去 锅头捡小点咯 中点 在中点送给你 像一样的嘛 但是这样子 你这样子送这箱太大了不行 我在评良心的说 嗯 中这个四两个 骨子可以 接着 再撒起两一段 是吗 这个四两开二毛钱 可以两开四毛钱 它就给它骨下去 给它骨四两半 是吗 我再去送这个给你 可以 就 就给它 是吧 我开什么 要不送给你 刚才这个 基本上说 结果果都有三两了 是吧 三两是吧 是吧 是吧 结果不送给你 还是收不住口 对不起 对不起 这种 我不好意思送 我要不好意思送给你 那个最小时叫骨子 是吧 嗯 我们叫我老婆过来帮他 帮他打枪 看来想占这个老爷子一点便宜 还是比较难占的 不许难占 老爷子也是 还是比较爽快的一个人 看烧香的 怎么怎么 海哥交代我是说 看一下45人能不能拿下 但是我试了45人确实 拿不下 他说不能卖 不能卖坏了行情 只能送你 对对对对 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喜欢占便宜啊 不许这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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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国内从来马接不来年过水果 过回去我们这个厂家订了个 回去 我刚才跟你说多少箱啊 四十三万 嗯 四十五箱 半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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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千块钱 嗯 然后你再送我多少斤你一只啊 就你二十斤 送我二十斤 送我二十斤啊 可以了 可以 老板归信 姓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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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不说话不表准 年轻的年轻的 不容话不表准 嗯 还是要没糖嘛 纯米糖 包括小一点纯米糖 野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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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长一点吗 可以这瓶子长啊 该是独立版样的 可以长 这个是样品是吧 这个样品 我在车上有 这个可以长 怎么跟果立成一样啊 这个是净净的啊 三重洗来的啊 净净的 就发粉 它就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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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粉不同 所以它颜色也不同 帮我接一下盖子 你要吃这个我把你果要吃 我不用吃 我不用吃 吃一口 哎 我 我这个水就干净的 那你拿这个盖子吃一口 我尝一下就行了 到这里干的是 哦 你该尝一下 要果要尝 这么多 那么多 你不要加紫 通才去呛到你啊 老爷子给我吃蜂蜜 嗯 嗯 这味道确实 慢慢尝嘛 浓度要更浓度了 这个 有很浓的花粉的香味 嗯 蜜蜂的味道 有蜜蜂的味道 有蜂蜜的味道 有蜂蜜的味道 不去养啊 不去养去啊 那你还是样样精东西老爷子 差不多 你需要搞一点 西蒙哥都搞搞一个 什么都搞一点 打造 找财婆婆照 不要当了 还会打造 西蒙哥都搞 嗯 你这个怎么卖 100块钱一斤 嗯 100块钱一斤 100 他们卖150 我买一百 从一个蜂蜂搞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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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个蜂蜂是啥的还是你的 三双龙 给我卖个卖身 我带个卖身去 我把它拿点吃 就这样呢 就我卖身 我还有一个 那你这也不怕卖坏了行情啊 不怕 因为我个行情最低价 这就搁你了 跟你说哈 100块钱的蜂蜜 你吃得下 我 你舍不得吃 舍不得 老板 山东我都放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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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也有点舍不得哈 能力有限 这个没关系 十分抱歉哈 白痴的脏大爷的蜂蜜 哈哈哈哈 好了 去摘果子 看一下你老板来了没有 来了 拿过来我去摘 我帮摘 我摘一下打枪 啊 你是不是跟海灰一起直播的 不认识 不认识 不认识啊 嗯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老爷子的梨 看来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哈 我说不想让别人认出来 结果还是不用认出来的 我只能说不认识啊 啊 莫见怪 我们现在去看他们的梨子